请收看维新世界天下一家亲 圣举足以强度 一万一行 何够许那种 同时在今 永远容易转身 因我全世之不凡 同时在今 永远容易转身 同时在今 永远容易转身 各位三信大德 现世同修 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下一家亲 天下一家亲的节目是以世界妙法广传 邀请世隆工商各行各业 将专业投入智慧的心情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郑瑞璇 目前从事音乐教育 以及推广的工作 谢谢 是 接着要来介绍就是 麦聊高中 林郑雄 林郑雄 林校长 林校长 你好 志成好 我是麦聊高中校长 林志雄 各位观众大家好 真的是哥良好 一对宝 两个人的所持的宝实在不一样 校长是在我们的麦聊高中 是一个大驾长 那我们的郑老师在我们音乐界 相当的有知名度 而且素养相当的好 郑老师你大概会多少乐器 我有二十几种 会的乐器有二十几种 是 每一种拿起来 只要你会的一定是很顺的 对 都可以上台演奏的 我是好羡慕 我家里还有一个乌克莉莉等我 那当然就是说 你也是做编曲的专家 所谓的编曲到底是什么 编曲等于说是一个音乐的美术师 就是把音乐美化 比如说我们本来有一首曲子 它的旋律 它只有旋律 旋律是只有一个单一而已 那个编曲是把这个单一 配上一些色彩 让它能够更动听 更美丽 就像音乐的设计师一样 对 譬如说 很多现在很多流行的老歌新唱 就是要经过编曲了 所以那个感觉是真的完全不同 尤其现在一般年轻人的 唱歌歌唱来讲 比较老派的唱腔跟新一代的唱腔 同一首歌都不一样 是的 这是要经过编曲 唱腔是经过演唱者自己的一个技巧 编曲呢 当然也要有新思维嘛 譬如说老歌以前 六十年代的编曲手法 跟现在 现在已经走到了一百零几年的这种世代 编曲的内容跟手法完全不一样 因为现在科技的发达 科技的进步 现在编曲呢 可以借助于电脑 是 科技的这种辅助 可以色彩更丰富 哇 我们所演奏的曲子 我是希望说由自己来编配 因为自己的编配的话 可以让这些音乐更生动 而且现在因为有著作权嘛 如果说我们有用现有的音乐 可能会侵犯到 对 侵犯到人家的著作权 所以说用自己编配的话 而且自己喜欢什么内容 都可以照自己的意思来设计 是 那也要会啦 校长 对 就像我们不会 我们只能听啊 很羡慕 非常羡慕 是是是 所以校长我想请问一下 你在学校有很多社团嘛 你会把这些社团 带到当地的这些的民情 或者是文化吗 最近有哪一些 会 像我们学校 有管理队跟国会社 还有热议社 那我们的国会队 他现在地方上的一些 重要的活动 他们会去表演 然后我们的认识 他们同学都 高中部同学组成了 他们很主动 是地方上如果有什么样的活动 几乎他们也会邀请他们去 他们也会主动去 找机会去表演 那另外 我们目前有吉他社 在我们迈流有一个 文创的一个地方 他们在那边 就是每个礼拜去那边练习 也跟他们 参加他们的活动 所以就是说跟 我们当地的 几乎 我们现在就是 很常看到 卖来高中学生 在卖来地区 甚至隔壁乡 真的经常在表演这样 是 太棒了 太棒了 那校长因为你本身 已经跟サックスフォン结缘 已经有快两年了 两年的时间 差不多 有没有想成立一个 塑克スフォン演奏社 目前 其实像我们现在 我们的老师 你看我们的主任 好多人都参加十几个人 那我们的家长也参加了 我们的学生也参加 那当然如果有那个机会 像我们现在有管理队 我们本身现在就有管理队的 那如果像这样的一个情况 如果说觉得有那个需要 因为我是觉得目前我比较想要推的 成立的就是口笛 因为目前我们现在这个持续都成熟了 而且我们也到国小去教了 几个国小 是 他们现在对这个口笛 尤其这个口笛是郑老师发明的 我想如果说郑老师他这辈子 对我们台湾年龄 甚至是整个夜谈 或是世界的夜谈 如果有贡献 可能就是他发明的口笛 我觉得我很荣幸 能够跟他认识 能够来协助他 希望他能够在这夜谈史上留名 这真的是我们的荣幸 如果跟这样一个音乐大师 这样认识 我想这个也算是修来的福分 是 没错 我们郑老师把口笛做成了 变成了无畏诗 只要你有兴趣 大家都可以来学 但是提到这个Saxphone 等一下我们会欣赏到 我们郑老师他个人独奏的四首曲子 但是我们知道外行人看热闹 内行人看门道 为什么在学这个Saxphone呢 口售的交法跟正规的交法是不一样 目前现在台湾学习Saxphone的人口 一直在成长 因为拜我们的厚礼是Saxphone的故乡 他每一年销售到外销 全世界几乎有百分之五十百分之六十 都是用到我们厚礼制造的Saxphone 就变成形成很多有一些老师在教Saxphone 现在Saxphone大部分都用口售来传承 就是他老师没有教基础 他也没有系统 他就是一首曲子一首曲子教 就是老师演奏一次 然后你们回去跟着练这样子 然后学生就突发练纲 这样没有一个系统 这样有系统的教法是注重于基本功的培训 基本功就是从长音 从基本的音阶 由简单的音阶开始 再来中度的音阶 再来高级的音阶 这样子一步一步来 等于说也是把它当作专业的一个训练 再可以训 有朝一日是要他能够按部就班的来学习 我想就是学得很正统 校长是不是有这个感觉 对 而且是非常重要 因为你有练过基本功 就是一手心的越起来越普来 你马上就可以很快上手 那如果你是就像刚才老师讲的 这口受的 你可能因为没有基础功 可能你会练得很辛苦 是的 是 可是郑老师 我觉得因为我是会欣赏 但是我不晓得说 如果没有照在按部就班来做练习的话 为什么吹奏的音色会有所差别 这个就是牵涉到基本功 因为基本功我们开始教 薩克斯丰的第一节课 就是要教它嘴型 如何 我们的嘴型 对 如果薩克斯丰的嘴型 如何把它建构一个正确的嘴型 吹奏的音色是要达到我们的标准 所以说音色 每一件业绩都有它的标准音色 比如薩克斯丰也有薩克斯丰的音色 那个小号也有小号的音色 再来笛子有笛子的音色 那口笛也有口笛的音色 所以嘴型是不一样 对 如果它嘴型弄错的话 脆色的音色就是不好 是 是 是 原来咪咳就是在这 对我们来讲不是听 就是这样子音乐吹出来就是 只要薩克斯丰音乐一出来 就想喝咖啡了 就想说灯光美气氛加的那种感觉了 真的是不一样 所以我想如果学薩克斯丰来讲 我个人感觉校长最合适 因为校长很风趣 而且那个思维也很优雅 感觉很风雅 不过因为这个单元 也就是我们的郑老师 他用薩克斯丰来做读咒 那我们大家一起来欣赏 我们郑老师读咒的 薩克斯丰的曲目 同时也谢谢大家收看 《天下一家亲》 祝福大家 《天下一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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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家亲》 《天下一家亲》 《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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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